大家好 今天是8月21星期一 8人股市信价交易厅不多 只有9天 可是整个股市还是不断往下寻找低位 就像是今天 恒指在创了这个月跟今年的新低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分析 先看看那个指数 交通恒指数先低开152点到17798点 曾经一度稍微回升到17867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买盘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股盘也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再大幅回调363点到17587点 这个当然是创了这个月 这个季度跟今年的新低 好了 8分股市当然还是先高后低 我想这个盈态是很难改变的 指数是从1号的高位 20331点 一直跌到今天的低位17587点 等于说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有2744点 说真的这个波幅并不算少 可是问题就是现在买盘不足 而且股盘也不断的出现 而且股盘也不断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再看看今年的股市 当然还是先高后低 指数是从1号的高位22700点 一直反复跌到今天暂时的低位17587点 等于说今年恒生指数波幅已经有5113点 可是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波幅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再看一看去年全年的波幅只跌了10453点 而2021年全年恒生指数的波幅只跌了8518点 再看2020年全年的波幅只跌了8035点 那这样看起来 今年暂时只有5113点 看起来这个波幅还是比较少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 股市应该还是会进一步往上寻找今天的低位的 问题就是这个月已经跌了2744点 是不是已经够了 我们还要看看主要难抽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下个星期二就是这个棋子壮仓的高峰期 而下个星期三就是这个棋子结算日 而下个星期四就是这个场外显生工具结算 等于说在未来这几个交易店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技术上的反弹出现 也说不定 不过就算是这样子 我觉得股市也只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升 主要原因就是指数现在距离这个月的高位 是比较远 而且行政指数也跌圈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再看一看 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最低的就是10天线 大概应该跌到18640点左右的 等于说就算是股市稍微有一点点反弹 从走势方面来看 恒指要是一天还没能够回升到10天线以上 等于说整个仿佛不明 仿佛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基本上还没有改变的 在一个仿佛不明的释放当中 一般散户也好投资者也好 最好尽量保留现金 本金是最重要的 要是说你希望做一点点短线长卖 没问题 5%左右看情况不对 就要止算了 原因很简单 要是亏掉几个% 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因为有90多个%的资金 还是在自己手里面 要是全部资金投放到股票里面去 而也不愿意止算的话 到最后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大家应该小心一点点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我就会不愿意 tarkoing 下午分枚 有限中 有限中 那还可以 下午分析 下午分析